哈喽哈喽饭搭子们 来云南旅行有一个美食是不能错过的 那就是过桥米线咯 有关过桥米线的浪漫传说 我就不多说了 今天还是给大家介绍两家 最近吃过觉得挺不错的过桥米线店吧 如果说臭豆腐小锅米线主打的是顺口 外省人一般吃不惯 那过桥米线主打的就是一个清淡鲜美 全国人民都通杀 昆明的过桥米线店很多 很火的上座自然不必多说 还有98元一套的 梅以期先生故居仪式感满满的过桥米线 今天要吃的第一家呢 叫做宝岩祥 招牌过桥米线 抬上来满满两个盘子18种配菜 虽然有新式的汤底 但我要的还是经典的高汤 据说这高汤每天熬煮5小时 抬上来的时候还翻滚着热浪 滩色浓郁 过桥米线最重要的就是趁着汤热 从生至熟下入配菜 让汤的热力将肉片烫熟 之后就可以下入米线啦 稍等片刻即可开吃 宝岩祥的高汤熬煮的挺不错的 米线爽滑 配料丰富 不过要是没有团购的话 价格就贵了 人家的话我肯定去吃第二家了 第二家推荐的呢 在安康路上 叫做各旧大铜锅过桥米线 12块3个帽 15块选5个帽 30块能给你全上了 就这价格原本我是没有太高的期待的 要了个15块5个帽的 猪皮火腿肠瘦肉片 蛋饺酥肉都来了一点 没想到这品质是出乎预料的优秀呀 火腿肠不是那种淀粉加色素的 是自家try的那种火腿肠肉感的 肉类之类的都比较新鲜 米线是自助无线絮 所以有人奇怪为啥云南有的电贴着 一个标签说 不允许两人同吃一碗 因为人家的米线是无线絮的嘛 一家子来只点一个汤 续个十碗八碗米线 老板不得被你撸倒闭了去 最近吃了这两家都还不错的过桥米线店 就推荐给你们咯 吃好喝好 下期再见 拜拜